我们经过这个疫情 我针对所有的我们公司的员工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因为疫情的情况是给大家不一样的 心理上的压力也是蛮大的 然后我们公司为消费者服务的压力也是不少的 那么这次经过这个疫情 我觉得我们员工全部一起团结 克服了这样的非常困难的时间 希望公司所有的同仁会有信心 跟公司一起 以后什么样的困难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克服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 然后希望我们公司继续在台湾的市场发展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